在路上难免会捡到遗失物 钱包钞票样样都有可能 而新北市就有一名男子 在路上识货巨额支票 今年1月一名李先生 在新北市土城的路上捡到一张支票 面额高达827万元 他送到派出所之后 施主也顺利领回 但是依照法律规定 他可以获得10%大约80万元的报酬 但李先生却迟迟没有收到钱 最后决定提告 第一时间施主到法院办理公事推告 但还要先登报公告支票才能作废 新北地缘法官认为 这整个过程至少要耗时9个月 决定以法定延迟利息来计算 利息大约是31万多元 再乘以遗失物报酬的10% 换算后李先生只能拿到3万元左右 但还可以再上诉 其实是意外之材 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算 我原本可以拿很多钱 可是我最后就只剩3万块 或许法院认为 实得人这么容易捡到一张票 就可以请求80几万的报酬太高了 只是这似乎不是法律 所给予这个法官可以做裁量的范围 因此法官以这个条件来当作 只能实得报酬3万多元 恐怕是有上诉的空间的 李先生最后也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 原本只是举手之劳减之票 最后却告上法院耗时又伤财 恐怕谁也不乐意 华视新闻 辽亭侯正伦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则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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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